飞碟瓜,果圆距林尺,并圆,碟心或中壮,壮若飞碟,故名为飞碟瓜,其果实有败,黄,绿三种基本颜色,是一种难得的可观赏,食用的园艺植物,供观赏的各种颜色的飞碟瓜。 飞碟瓜,大田种植技术一,种植季节,飞碟瓜耐热不耐寒,细温暖环境,种子发芽是以温度为25-30度,20度以下发芽缓慢,在满足温度条件下,春秋季均可种植,但春季栽培为主,春季于2月至3月播种,4月至7月收获,秋季于6月至7月播种,8月至10月收获, 二品种选择,飞碟瓜目前在我国的栽培品种,主要有金乐101,玉花,白飞碟瓜,黄飞碟瓜,绿飞碟瓜等。 三,播种育苗,播种仅用50-55度的温水进种15-20分钟,并不断小瓣,待冷却后继续浸泡2小时,取出放在25-30度条件下催芽,每天用温水冲洗一次,月二到三天出芽, 早春栽培一般采用营养波护跟育苗方式,苗床要注意保温。 四,定植,飞碟瓜对土壤要求不严格,但以肥沃疏松,有机制丰富,土层深厚,下羊的让土为宜,定植前应失足及肥, 当幼苗具有两页益心时即可定植,以选在晴天下午进行,一般母定植2000株。 五,前肩管理,定植缓苗后,结合追肥浇一次测量水,开花结果期加大给水量,生下持续测光高温期。 必要是每天交水两次,生育期内分别的幻苗后,肾花期,肾果期吹肥三次,要避免躺荒,开花前进行二到三次产的松土。 中耕除草,以促进根系发育,要及时进行傍晚。 除去老业,病业,上午六到九时可进行人工授本,帮助度过。 同时要注意病虫害防治,可用20%素面沙丁,乳有2000到3000的叶叶面喷雾防治牙虫。 用25%副视灵可湿性粉剂2000被叶防治白粉湿。 全用25%粉绣灵可湿性粉剂2000到2500被叶防治白粉病。 六,实时采收,微碟瓜易难瓜公食,一般花后1012币,有瓜横径长, 5到7厘米时就要采收,采收过池,品质差,无法食用。 盆三种植技术,一,育苗及定植,育苗同大天种植技术,在植株展开一到两片针叶即可定植。 二,定植盆的准备及要求,定植盆要求上,口径具有40到50厘米的大盆。 内装营养土,营养土配方为,甜土,腐熟处青粉,巨类或腐熟码份,171比2比1,每盆定植非碟瓜易珠。 定率高1米,出2到3厘米的架条1个,胶足定植水。 生长期内要保持土壤湿润,因为非碟瓜输洗光植物,所以硬质盆于通风良好,光线充足的地方。 三,管理,耐生型每株流瓜2到3个,慢生型每株流瓜3到5个,保持土壤湿润,植株每身长20厘米。 保护一次,生长期主要防止牙虫和白粉病的发生,若石油要控制采收时间。 地青,张一摩,非碟瓜风产栽培记者,植物医生,2016,293,37到37,团栽顶植非碟瓜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